研究竟然是H2 為什麼研究竟然會在第一管咧 水是H2 甲醇是長這個樣子 水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是類似的 所以你看他外圍 他電子就是給到你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最外圍都帶什麼電 最外圍都帶什麼電 負電 為什麼負電 你又說我記得是負電 拜託不要用記得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請你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啊 對啊 我們在學習 去理解他這個邏輯 我背的東西很多 比較多懂的 那是我猜的 不能猜啊 你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啊 我們在做施衣檢查 跟你說這是什麼 為什麼講說不對我用猜的 啊猜有什麼意義 你如果不懂就說不懂 那你就學了會 你如果去猜個答案 不想弄對了 哦你懂了 我也不會再跟你講解釋了 那知道你不懂啊 對不對 學習這個孔講 支支為支支 不支為不支 好不好 最聰明的就是這樣 不知道不知道 不要猜 好了 仔細看這裡 甲醇的結構長這樣子 它是C H3 OH C 周圍接了四個氫 如果 C的周圍接了四個氫呢 這叫做 甲腕 但它其中有個氫換成OH 先接了個癢 接個去 這叫做甲醇了 從甲腕變甲醇 甲醇 是有毒的 乙醇 是C H5OH 它有類似的東西 它乙醇就毒性比較小 很好喝 好 甲醇 這個結構 它外圍的氫 都提供 一樣 提供了電池到裡面去 做組合 交換電池 但是它比中間的更需要電池 把電池組合出去 所以外圍帶什麼電 外圍帶正電 外圍帶正電 對 外圍帶正電 好 水又不一樣了 水的結構長怎麼樣 水是H2O對不對 是一個氧 跟兩個氫在一起 水是長這樣子的時候呢 它這邊 有很多片 所以這兩個被擠壓成 有一個小角度 被擠壓成一個小角度 被擠壓過去之後呢 這個氫把墊子給它 小角度 所以氧這邊帶什麼墊 這個角度帶什麼墊 這個角度帶什麼墊 帶負墊 對呀 他帶負墊 氫帶什麼墊 正 正墊 好 所以水這個分子 在液體裡面的時候呢 它水本身是有極性的喔 有什麼 有極性 極性是什麼 極性就是說 好 就像是這個 紫北增 紫北增 它有一邊是北極 有一邊是南極 這是要有極性 那 這個東西 基本上沒有極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的外圍都是正墊 它的負面被包在裡面 所以它整個分子周圍都是正墊 裡面沒有 裡面才是負墊 它對外圍來講它沒有極性的 可是水分子 它的外圍就有分 左邊是正墊 左邊是負墊 右邊是負墊 就有分成兩邊 都是上面是負墊 下面是正墊 然後我要怎麼知道哪一個分子 裡面是正墊還是負墊 你看電子移去哪裡 電子會往前面跑 我又看不到電子 你有沒有學過周期表 我有沒有解釋過 哦 會了嗎 就是活性比較長 不是活性啊 這跟活性有關係 要把電子分過去 行 等一下 我問了 你問起來 第一 你的顏值序多少 蛤 你的顏值序多少 差一差 差 三啊 對不對 你的顏值序是三 表示它幾個支子 三個 三個 幾個電子 零個 為什麼零個 來 同學可以告訴他幾個電子 三個 三個是不是 一開始圓局都這樣子啊 你有三個支子 就有三個電子 它那個穩定嘛 中性啊 但是現在電子不穩定 來看 第一場會幾個 兩個 第二場幾個 一個 一個不穩定 一個不穩定嘛 所以他想得到還是失去 他可以失去一個 或得到幾個 七個 得到七個 可是他七個比較麻煩 他可以得到七個嗎 有可能吧 有可能 你原子核這麼小 才三個正電層吸引七個速電 我們可以刻一點 這很難 這很難 所以他很容易失去一個電子 這樣懂嗎 所以他就帶正電 這需要再解釋嗎 我已經解釋過了吧 所以不用再問我為什麼 這不加在問為什麼 這不是活性的問題 為什麼 羊 羊想要得到電子 還是失去電子 有 羊有幾個 一個 紀垃圓遇去八 那你就說了 máquina 為什麼 因為他這7 那7嗎 甚麼7 為什麼是7 第幾集是六 對 兩個加六個 六個離五 tent的八個 很靠近對不對 所以他那是失去六個容易 還是得到2個能力 得到2個能力嗎 所以2是希望得到電子還是需要失去電子 得到 所以當2個電子在一起的時候 誰得到電子誰失去電子 我得到電子 曾子 我們這場歌沒有你 你是豪宅的曾子很少清楚 如果是豪宅就留下來,如果是曾子會回去 你是因為看到老師開始逐漸慢慢流 開始火氣的時候,你開始突然像像瘋子 是不是那意思 穿倒的像白的氣氛和環一樣 這意思嗎 我覺得我是曾子的話,我就可以進去 我確定是我照實際看 為什麼沒有穿白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是真子嘛 進不去啊 所以這樣清楚了嗎 在這裡面,水溫子這裡面 誰搶到比較多的電子 誰失去電子,可以清楚嗎 所以大部分的電子都會停留在雅這邊 青這邊事實上是比較少電子的 所以青是正電子 但你會說青沒有電子 不行 因為它交換是一下去一下來 一下去一下來 它交換就好 所以青這邊電子比較少 但是,就出現的機會比較少 但是它是有電子 雅出現的電子機會比較高 所以雅帶出電,青帶正電 同樣道理在甲鎖這邊 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因為它很均勻 周圍都有,青 所以整個周圍都是帶正電 相對來講,是不是有急性 就看不出急性了 那你先想看 在這個液體裡面 水分子 它這邊有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綠化鈉呢 同樣道理喔 你去查核心表 綠化鈉它也是一樣 鈉會帶正電 綠會帶負電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會發現一個現象 正負本來是相吸在一起 可是我接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水裡面有正電子 我就偶爾就跟正電在一起 所以綠就跑去跟正電在一起 所以綠就跑去哪裡 像是氧跟青人的時候 綠就跑到這裡 跟它接在一起 它是負電 對不起 不是綠,是鈉帶正電 鈉帶正電 它跑過來跟氧泡在一起 痕就把它帶走 有時候呢 另外一個水分子呢 這邊就帶著一個綠 綠帶負電 它氧,清帶正電 它帶走 所以綠荒鈉在水裡面呢 綠荒鈉 有時候它就可以走一下 鈉可以走一下 它就分開了 Oh my god 它們隨便就被牽走了 因為它們本身來講 就是屬於一種 因為解離這種東西 每個分子 它的解離狀態不見得很相近 有些很容易解離 有些不容易解離 有看狀況 雙方都外遇 對,類似這個概念 它就比較容易分開 而且超容易被帶走的 Oh my god 所以你看到 在水裡面 它可以溶解度很高 它幾乎都等於溶解掉了 溶解掉 完全解離掉了 可是你看在甲醇裡面 因為甲醇的急性是都是正電啊 因為那些是甲醇比較吸引 你也知道 它把綠吸走 問題是鈉沒地方去啊 所以這地方拿來 綠光那我來講 綠就會比較願意跟鈉帶在一起 它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炒 所以它就會 還是吸成一個分子在裡面 我要看分子的結構 所以我們要攪拌給它力量 給它能量 攪拌是幫助它分散 但是你結果沒有攪拌 讓你放著它慢慢就分散 就像排水一樣 加熱 加熱也可以 加熱也是一樣 也是幫助分散 因為加熱問題會震動 對不對 撞體力會變響 所以 都會視力在裡面 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 綠光那在水淩會解離的原因 好 是為什麼 綠光那在水淩會解離的原因 因為外面會在水淩會解離 因為兩個頭外 來 同學解釋一遍 你是突然醒來 喔我剛剛好像有聽到什麼 綠光那為什麼會在水淩解離 趕快 講綠光那為什麼會在水淩解離 綠會被娜 會被親戴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找到另外一個帶負電 然後就是 帶 綠 綠是帶負電的嘛 然後就找到親 喔你帶正電 好我跟你走 然後 然後娜帶正電 然後找到羊 喔你帶負電 好我會跟你走 這樣就可以 然後就走掉了 簡單來講 水分子是有即性的 就離婚了 正邊跟負邊 所以他本身有即性 然後他就可以正邊去把負的帶走 負邊去把正的帶走 所以 岩巴在裡面就很容易被打散 這樣就分開了 等一下我講的對喔 對 可是我只是複製你的話而已 這樣就講對阿 複製我的話 那我一下是不是以前的人很知識阿 那為什麼 沒事沒事 繼續 那為什麼照片不能複製我的話 因為他沒聽到 因為他沒聽到 因為他沒聽到話 他沒聽到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了嗎 你要解釋 我是不是會給你複製一些意思 我要加 下次給你加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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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給你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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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零點 你不要寫上去 為什麼你有零點 為什麼你有零點 反正就有零點 反正就有零點 還是一樣 他有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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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解釋 因為水瓶有急性 因為他們有離婚協議書 謝謝你 水瓶子有急性 所以他會解釋 那他們不是水瓶子說解釋 有些東西就不會解釋 大家看分子的特性 會解釋的東西 就像是長這樣子 他的水瓶就會沉澱 不好不管 或者簡單來講 在這個時候 他們想要在一起 他們想要在一起 他們能量表力 在水裡面 他發現了 他解釋能量表力 他解釋能量表力 他就一解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酸的特性 什麼叫做酸的特性 酸的特性 酸的特性是腐蝕 減就不會腐蝕嗎 對啊 所以那不是一個 那酸 對 當然你說對 酸有腐蝕性 OK可以 酸會讓你感覺酸酸的 酸會讓你感覺酸酸的 酸會讓你感覺酸酸 就我們的味覺感覺會有點酸酸的 對不對 因為極致的時候就會腐蝕掉 事實上酸他都在腐蝕 是腐蝕的快快 胃酸 快一點的酸 快一點的腐蝕會讓你感到很痛 慢一點的腐蝕呢 就像有人說我要去角質 他用什麼 醫生 比如說果酸腐蝕聽過沒有 有 沒聽過 果酸腐蝕 他用果酸 果酸是一種比較弱的酸 用水果做出來的酸 有香味 它比較弱的酸 他會塗在臉上 去角質 或者是去角質 角質 或是去皺紋 把皺紋給披瓶這樣 去角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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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貴嗎 我不知道貴不貴 我沒錯過 就是水果而已 有人用檸檬服服貼了眼鏡 用檸檬服貼了眼鏡 可是事實上是檸檬服貼 檸檬穿事實上還算酸的 你剛剛是什麼 那個 那個 拿一點蝕脂 拿一點蝕脣的 對阿 就檸檬上一件 有時候會用小紅瓜 小紅瓜葱比較合法 小紅瓜 但是這些水果裡面 這些蔬菜水果 通常它有一點點果酸 所以它還是可以做美濃效果 最棒高麗 你把他去吃酸的人 就是吃六腿 那不是只酸 酸有特性 酸有什麼特性 泡菜的 酸 泡菜可以試看啊 你可以試看泡菜出臉啊 我怎麼試看泡菜出臉啊 放菠菜 放高粒 泡菜 一個是泡菜的一個特性 我覺得有比較特別的 是用那個什麼 讓那蟑螂塗進去打一打 打完之後 那個蟑螂那個醬啊 直接塗在臉上 我剛剛看那個時候 當抽臉之後 還看一隻腳才不動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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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鬼 有沒有照片啊 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照片 還是有眼鏈 有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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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去查一下 那個蟑螂布 蟑螂布臉啊 蟑螂面目 而且還很好吃 好 酸有什麼特性 酸有什麼特性 因為不吃燥 不要 好 好 酸其實有個特性 酸是讓人同意跟基礎反應 為什麼 為什麼 會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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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酸 酸 好 酸喔 我們先吃來 酸它是放在水裡面 酸到水裡面 會解離出 會解離出 心離子的 就叫做酸 這是化學校的定義 所以我們說 下面是系列喔 為什麼它是鹽酸 它如果放在水裡面去呢 就會變成 它會變成 綠離子加上心離子 會黑氣離子 心離子被解離出來 它就是鹽酸 就叫它這種酸 或者是說 我們看 像瘤酸SO4 它如果放水裡面去 它會解離成 兩個 氫離子 加上SO4 二部 這是一個 這是瘤酸根 整個是瘤酸根 這是瘤酸根 瘤酸根 兩個氫離子 跟瘤酸根 瘤酸根 對 他們是兄弟 好嗎 瘤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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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氫離子 所以氫離子解離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酸性物質 瘤酸是酸性 瘤酸也是搶酸 問一下怎麼常用的 瘦酸 甲 對 我們講瘦酸甲 我們講瘦酸甲好了 我把甲 跟瘦酸在一起 瘦酸是H H二重三 瘦酸 HNO3 HNO3 它變成什麼 它變成KNO3 加上H K在P5 H 很正喔 沒有瘦酸可以直接跑掉了 心靈就被跑出來了 實際上這就是 金屬被溶解 喔 金屬被酸溶解的意思 溶解完之後呢 它這個取代反應 這個甲會跟瘤酸結合在一起 它變瘤酸 不然變瘦酸 瘦酸甲 這是瘦酸甲的上來的 那瘦酸甲出現之後 瘦酸甲是一個鹽類 對 瘦酸甲其實適合我出現 瘦酸甲沒有腐蝕性 瘦酸甲是鹽類 就跟NACL是一樣的意思 這是鹽巴 這是鹽巴嘛 它寫的 NACL 什麼 NACL 假設我把這邊 灌成那 會變什麼 會變成NACL 有一個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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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測的 一測的 一個測的 我還可以平衡 我還可以平衡 我可以平衡一下 什麼 可以這樣 還要特別 平衡一下就好 你要先寫來 你要來參加大照顧 你們要知道 物質不平衡 肯定是平衡 但是我現在寫的是測式 這個東西加上 會形成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平衡的 意思 那你如果要很精確計算 記得要先平衡一下 我沒有平衡 不代表它不會平衡 我只是這樣寫而已 它會平衡 所以到底可以不能吃 什麼東西可以不能吃 這個不能吃 為什麼 你都沒有可以吃 沒有毒 又是鹽巴 我沒有說 因為我現在講 可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吃的 第一應該是說 你吃了會不會怎麼樣 我吃了會不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所以你問我可不可以吃 我的高品不要吃 對 我這個高品不要吃 對 我這個高品不要吃 如果你一定要吃 我沒有意見 你只要 你媽媽同意就吃了 你會怎麼樣 我媽媽同意 還會我媽同意 有這種吃 我知道 你可以引發你 隨便你 對啊 那我跟妳講 你問我說 你問我說 小鑽甲可不可以吃 我跟妳講 我不知道 而且我不建議一次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查一個東西 叫做 MSDS表 這東西叫做 物質安全資料表 它在網路上可以查 這叫物質安全資料表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 MSDS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基本上所有跨學工廠都要有一些資訊表 因為它要知道它所用的材料 到底是不是食品級的 有沒有製食 或者像一些電子材料 電子材料行 工廠裡面 會用到一些化學物質的 都要知道這些化學物質的 那裡面那個化學物質 那裡面那個化學物質 那裡面寫可以整 你去查一下 都可以整 你去查 你去查嘛 它會告訴你 MSDS表 它會告訴你製食率 或製食量 海分之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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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揮發率高一點的話很容易就超骨板 所以你看刺激量是多少 刺激量是5克,又很少 假唇會死嗎? 我們不是假唇有毒嗎? 假唇有毒嗎? 刺激率可能是5克 所以喝了5克的假唇有質量 我把P轉換成假唇 P不是假瓦 P是假瓦,假瓦跟假唇 它不是可以轉換的假瓦 它是...應該不是這樣轉換的 它們都假瓦,直接變瓦 假如沒有,直接變瓦的 它一般來講,唇內都是靠生物發酵 可是它會放在屏裡面滿很久的 不會,它還是假瓦 就跟你拿一塊鐵在這邊放很久 它你會變鐵秀 它不會變鐵隆 你把鹽巴關出來,放了一年 它的鹽巴會不會變鐵隆 會 變什麼? 變金素,我要把它變黃金 OK,非常好 可以,我現在把它變黃金燒回來 不要啦 我們可以把碳變成... 我講燒耶 我講燒耶